易子彭 易子彭 嫂子 请问家属楼 往哪边走 我带你去 那太好了 嫂子 请 你去睡吧 醒了 六点 嗯 被闹钟还准 你怎么不在床上睡啊 你从晚上给我一批酒订下来的 我 谁啊 你呀 我 你那大屁股弄不去 头一下就过去掉下来了 讨厌 斗你玩呢 我睡不了软床 那你干吗买新墨丝啊 你不是睡不了硬床吗 新构置的 行了 冲操去了 什么呀 你给我媳妇买点灶铁 老公 嗯 别买了 嗯 我给你做 做啥呀 你最喜欢的 行啊 那我赶紧先出草去 新来装备这么好 是不是贼兴奋 贼兴奋 不对越来越好了 可是对完这些 年轻的基层主官来说 要求越来越高 我是仇啊 我也仇 你也仇 你仇啥 你仇啥 人呗 报告连长 赵老远 刚刚刚接到了吕宣承科来了电话 说历剑文艺竞技队要来咱们连卫问的演出 时间定在了一周之后 怎么了 卫问 这不年不节的哪门的卫问呢 说是欢送老兵退伍 这扯淡 老兵退伍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呢 这时候为什么问呢 这这卫问的是不是有点太 太早了呀 这是基地统一安排的 也可能是欢送吧 我懂了 就是卫问 顺带角 给那些退伍的老兵一些美好的回忆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是这意思 还是指导员水冰高 你这说得太到位了 这个叫 叫 一语道破 一语中低 一声不知就行吗 谁给你关你臭毛病啊 当连长指导人面前 这么拍马屁啊 那既然要欢送 好好欢送呗 就像咱们班每个班都出个节目呗 行 要热闹好好热热闹 咱们连好久也没热闹了 是吧 行 这个团结紧张 严肃活泼 一个都不能少 就这么办 是